天天跟我做,每天一分钟 档案详细记录了个人教育,工作,当组织关系等情况 属于国家机密,不允许个人持有 大学生属于国家培养的专业人才 拥有国家干部身份 毕业后没签就业写一书的人 学校会替你保管档案 或者将他送回你户籍所在地的人社局保管 但是不管在哪里 档案存放时间超过两年就会变成死党 你也就永远失去了干部身份 没了干部身份 你就不能进入事业单位 参加工考 评定各级职称 甚至影响将来签户,退休和部分国企业企的录取 想要保留干部身份 必须在毕业后两年内找到工作 或者委托人才市场 签就业协议书 然后把你的档案调到人才市场 档案存满一年才能保留干部身份 工作没满一年要换单位的人 需要单位开离职证明 然后带着就业协议书回学校帮你改判手续 转移档案 而且存档时间也会重新计算 我还以为国家根本把我忘了 怎么会呢 就算是一条内裤一张卫生纸都有它的用